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仇 各位大家 大家吻上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继续讲《二河百道义》 昨晚讲到 我们一附近听到 《东岸来有倾斐》 荧香 提醒到 owych逆不 Hari 对 说明里庭 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东 东代表我们的沙旁世界 就是我们世间这种佛 来献灭我们 发显我们,叫我们是气 气西方的世界 不要留在世间 不要在生死流转 不要在三界里做流浪汉 不要在六度里苦命 叫我们快点到西方世界角度去 昨晚说到这里 今天接着来说 你看看经文 由西岸上 有人还言 你一心正念直立 我能负你 仲不为度 以此以水火尖难 这一点 晴明听到有人献的声音 就是代表 见不到人 见不到人 但是听到声音 昨晚也解释过 就是说我们的沙族世界 释迦牟尼佛已经离开了我们三千多年 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法法 在这个世间 就是人声 就是听到声音 虽然见不到人 但是一见到声 听到声 献我们念佛 在西方世界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间 就是为一件事情 希望我们每个众生 都能够脱离 这个生死流转之苦 这个人开始行 听到人献 又有在西岸上 就是西边 西岸上 有人叫气 好像召唤般叫气 这个有人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西岸 无时无刻 随处发声 召唤自我们 就是叫气 一直叫气 哪一个众生 清廉气的名号 阿弥陀佛就来救动气 哪一个众生 想去往生西方淨土 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就去接应气 所以他叫气 所以他叫气 欢迎就是叫气的意思 就是意气的口 来清出 召唤气 叫气 叫每一个念佛的众生 你来 来 是什么 阿弥陀佛本源 叫自我们 招影自我们 给我们一个安定的人 你一心正念直理 我能扶你 就是说 你就是说 就是走在 这个百度上的你和我 一心 就是说你一心尊念佛学 一心尊依靠阿弥陀佛 依靠阿弥陀佛 救度我们的圆的心 就是一心 不是依靠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是有生灭的 烦恼的 妄想的 分别的 執着的 不能够依靠 所以我们这个心 不能够依靠 所以这里所说 你一心正念直理 所以这里并不是没有 没有 说 我将你的贪亲痴 这个水 抽干了 或者将一个亲行的火 熄灭了 再气旺生 没有这样的 他没有这样说 以水火之中 就气旺生了 所以有人说 哎呀 我还有贪心 还有亲行心 愤怒心 还有妄想心 就这样气 就这样 行 就行吗 我们就这样气了 不理性的 哄的水有多少 亲行的火有多大 我们就抱着这样的样子 就来 所以 这就叫什么 正念 即你 这个正念 大家不要误会 不要以为听到正念 两个字 就以为说 我们收到不分别 不放上 不执着 正叫正念 我们还有这些问题 就算没有正念 但是阿弥陀佛说这个问题 你一生正念 直来就可以了 没有你的什么 就是你握着你的宗主 我现在走着这条路 就是看到这条白道 直直来 就这样直直来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介绍 左右的两个火 和河 这个海和火 就不用你拉尾的 一大堆的贼 那些恶兽 没有力气 我就一生这样直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正念直来 念自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一心一意 正是念自其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叫做正念 念自其 所以说 如果我们念自这个五欲 世间的事 就叫做什么 叫做习念 对阿弥陀佛的愿力救度 这件事来说 如果我们清念其他佛菩萨 的名号来说 就叫做习念 所以说 唯有一心 方有正念 记住 我们唯有一心 只对阿弥陀佛 一遵佛 我只遵念阿弥陀佛 其佛菩萨佛 其佛 我不念阿弥陀佛 就叫做正念阿弥陀佛 这些事情 我是改变器 你改变多辛苦 他昨天我说的 为什么鸭的脚那么短 为什么鸭的脚那么长 你研究了没有 你研究好了 你就知道天生是脚长 天生是脚短 你为什么是改变 我们凡夫的烦恼就是这样 天生是生自来 不是今生正有 就是很多劫苦 前以前就有了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 所以正会轮回 而如果佛说 你收到没有这样的心 正能出轮回 你想想我们在家 大家在这里 各位同手有没有希望 绝对没有希望 所以你就明白 这个正念 我们搞清楚 搞明白 佛叫我们念佛 不是说念到 没有了这些念头 正叫正念 正叫做一心 如果我们这样说 我们可以说 一个都做不到 事实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就没有希望 又说西方的四月这么好 那么用意气 为何又弄出那么难的理 那和佛的悲心 就相反了 所以我说这些东西 一听到一心正念 又一心又一心又一心正念 又很耕耳 恐怖 惊 惊念不到一心 又念不到正念 但是人家叫你 后面那两个字 直来 跟着这个白道 再这样来就可以了 所以阿弥陀佛叫我 尊念佛的命号 厌至这个本厌之百度 从这个五族恶世直来 来到阿弥陀佛的西方 绝络世界的暴土盛法 不要再转弯 其母叫你弯弯弯弯弯的路 你看这条路 只有一条路 你弯就死定了 你看到没有 你弯在哪里 一弯不是火就是水 你弯吧 所以这个静土法门 是直来的 不需要借着其他方法 根本不可能借 因为太小了一条路 只有四五寸 看好一点就只有四五寸 穿着你的脚步 就刚好 一步一步 小心直直 这样来就可以了 连车都没得开 你没想到借其他的 不用借 靠你自己 一步一步慢慢走 就要直来 所以弯弯弯弯的路 就是其他法门 性道门 所以一个不小心 或者转一个弯 又回到三界六道里 狗生死云里 那怎样好呢 又不是爱自力 所以习行习修 就转弯了 转到哪里去 转到化肚 狗品年包里面当中 不觉 不明白 我经过多长时间 正能够花开剑法呢 所以你修其他的习修习俗 习行 不是弯弯西方的世界 因为你要转一个很大的弯 但是在连包里连包 什么时候正花开剑法呢 大家都不敢说 所以正叫什么 转弯弯弯弯 所以叫你直来 你不外修 偏偏 我们修其他的 习修习行 我能扶你 我就是阿弥陀佛 对我们这些一心正念佛号的 直来到我暴土的行者 以其无外的光明的涉辅助 保护着 加持着我们 就好像 一位母亲 很细心地照顾着 爱护着自己 自己移类的那份心意 所以你的移类 刚刚开始 习行路的时候 总是怎样 遥遥摆摆 站不稳 身为母亲 绝对不可能 任由他一个人 这样来习行 一定要非常关心气 两个手向旁边扶自己 非习行 怕气 一行不行 便会跌 起码就扶自己 捉自己 不让他跌下去 所以说 怕气会跌似 所以母亲的伤手一定 紧紧地扶自己 所以当我们的儿女 将近跌倒的时候 母亲就快快扶自己 不让他跌倒 阿弥陀佛一言 好似就没有伤心 看着异类 开始学习 一定扶自己 所以毅陀经里面说的 六方法 共同印证 你扶持 这幅经 知佛所扶念 就是扶念哪 就是扶念你们 专念佛人 专念阿弥陀佛的每一个人 毅陀经没有说你是上根性的人 下根性的人 有没有说你是出家人 或者在家人 没有这样说 所以六方法 这样扶持你 所以一字扶 你直到 你到西方绝络世界为止 你要知道 《十黄生经》 讲二十五位菩萨 日夜扶持你 那些恶鬼恶神 不能够侵犯你 你要知道 这些是说什么 我们是一心正念 专念阿弥陀佛 一个心愿 只爱到西方世界 你就得到二十五位菩萨 日夜扶持你 因为你相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绝对扶你 但如果你习修习行 就没有说这些话 在彌陀佛也说 执持面好 你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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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所以说阿弥陀佛 就像我们慈爱的母亲 我们凡夫众生 就是那个企不稳 刚刚学行路的小孩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大慈父 大慈母 时时刻刻都在赴念至我们 甚至比我们的亲身父母更加关心我们 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 就像慈母的双手 时时刻分分秒秒摄乎至我们 没有离开过我们 所以我们走在这八道上 每日念佛 就毕竟没有离开过阿弥陀佛的光明 的摄乎当中 所以阿弥陀佛跟我们说 我能扶你 所以阿弥陀佛亲口说 善道大师用这句话来说 就是善道师亲自说 善道大师就是阿弥陀佛亲自跟我们说 这样给我们的每个念佛人一个信心 肯定的信心说 我能够扶你 你信不信 所以我们听到这样说 你还怀疑吗 他说我有能力保护你 爱是你 关怀自你 招呼自你 教导你 所以我能扶你 这就是这个意思 我能够保护你 能够关怀你 照顾住你 所以说 能是有能力有办法 有不可思议的威力 这些是对存有疑心 还有怀疑心的人所说的 如果我们都不怀疑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怀疑 阿弥陀佛也不需要疑似悲心的召唤我们 叫我们回来吧 正因为 阿弥陀佛清楚了解 我们凡夫众生有疑心 会怀疑其命好的交道 所以正会这样 因因的悲心 在招呼我们 叫我们 我能扶你 听到一些例子 我能够扶持你 你放心 所以说 《慕虑仇经》第十八言这样说 识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自心信乐 欲生我觉 乃至十年 欲不生者不取正觉 意思是 我如果没有办法教导你往生到西方 我就不成佛 我就是爱成就 绝对可以教导你们这些烦恼 迷惑重的凡夫众生的佛力 我正能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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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有能够救你们这些烦恼重 迷惑重的凡夫 我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就不成佛 所以我们清念六字 奉明 就是依寇自在阿弥陀佛的 慈悲的心 为里面 好像一个儿子 分字在阿弥陀佛的心里面 觉得很安全 有阿弥陀佛的保护字 所以这句话 我能够扶你 就是给你一个很安全 你不用担忧 什么事情 安心睡觉 你不用怕会跌倒 所以说到当中 自己已不知道 所以原来我们早已走在肛命的白道上 被摄乎阿弥陀佛心的肛当中 既然 诗号觉察 一点都没有发觉到 没有观察到 无始劫以来的烦恼 业障 章缘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看见 但是阿弥陀佛的大慈之光明 从来没有疲倦过 没有说过疲倦过 一直照顾着我们 所以阿弥陀佛教导就是这样的样子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事实的真相 来心里面是否安稳 自在得 得多 不像以前那样 常常常用提心跳胆 净 净每人扶持我 净我弃不到西方圣经态 而我今天听到这一点所说 你一生静念直尼 我能够扶你 这句话 意思是 我们每一个念佛人 如果真的搞明白搞清楚 我就是一心静灵 只走这条路 除了这条路 什么路我都不走 你就放心 阿弥陀佛和你说 我能够扶持你 你不用经左右的两种东西 你不用担心你的吞亲痴 这些念头 你放心 直接练法 直接走这条路 就对了 不要回头望 你回头望 越望你就越恐怖 因为很多的贼 那些恶兽 等着你 分分钟你的命 就会被害了 所以随便 虽然这条路是很难行 但是放心 佛在前面 你看佛的手 这样叫你来 在释迦摩尼佛的手指 是这样子字 子字 子字是什么 是指西方 阿弥陀佛的手指 就叫你 一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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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能否起得到 我叫你来 你来 你不来 不来 反过去走 你怪谁 不来 这张图画 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张图画 我在一个道场看到 所以我很多年前看到 所以我当时不太清楚 我请画家重新追画角 照样对画角 所以就拿出来说 对我们修静土的人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你明白了这张图画 你照着这张图画去修 我就想说 谁都不用相信 你只是相信 释迦摩尼佛指 这条路让你走 你只是相信阿弥陀佛 在那里叫我们 你回不回来 好像阿弥陀佛指 你回来 你不回来 是你自己出问题 不是佛不让你回来 佛不让你回来 佛日夜都叫着你 叫多几天 叫多十天 你知道吗 不是十天 不是十年 叫十天 你还不可以回来 不回来 跟他搞什么 就是搞生死乱违 搞到整成身 满身 伤痕尼尼尼 到今天 累了 正今天回来 所以你不回来 就继续搞 所以那条路里面 那个白色的人 就是你来的 你不要说人家 就是你来的 你现在 在开始走这条路 所以今天 你会来听经 你们每个人今天来听经 你想不想走这条路 就随你们 我已经将这条路 解释给你们听 所以下面说 并不违到 以水火之难 阿弥陀佛 和我们这样说 大家 不用怕 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 不用怕你们的烦恼业章 又 不需要 怕你们的贪亲之三毒 更不用怕 业力的牵引自理 听到阿弥陀佛向我们这样的保证 我们就安心 自然会清念阿弥陀佛的命号 自然会真心依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完全养治 像治 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鸿明 今天 我们能够得闻这个六字鸿明 是因为 我们与阿弥陀佛的恩怨 非常地亲近 无止劫以来 阿弥陀佛为了救度 我们这条佛身遗命 在因地发言修行 想尽了各种的办法 安排各种的发言 来救度我们 终于在今生此世 得以这个本言法门六字鸿明 医有一切 原来就是阿弥陀佛对我们 众生 很悲心地 招门至我们 每时每刻 都思念至我们 都想至我们 早日回到西方 叫做四界 所以说 一心正念直理 大家搞清楚 搞明白 没有误会 我们现在 正在走这条路 既然选择我走这条路 我们首先要目的 得到先 去到西方的世界 后面的事 就慢慢来刺利 得正利得迟 你不用担心 去到西方的世界 跟阿弥陀佛学 所以阿弥陀佛教我们 保护着我们 所以说 我们每个念法人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搞清楚 我是不是今生 肯定截对 能够往生生死 如果搞清楚 就是这样的事 就可以安心 得到不退转 今生不再退转 不会再去搞疾 收疾行 我就一心尊念阿弥陀佛 这些就是真正彻底 搞清楚明白的人 正能够死心塔地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所以今天 你们听了这个 二学百道义 从今以后 你就会一心死心塔地 来念阿弥陀佛 来走 来走 来走这条路 直到走到西方 结论四街 没有说起不了 所以 早几天就说 这条路只有一百步 一百步 表示我们的寿命 最多只有一百年 你怎样走到时 都是一百年的 如果你今年只有五十岁 你就开始走 开始走 你就已经走一半 你知不知道 西方结论四街 只有一半就到 如果你七十岁 你还有三十年的寿命 如果你今年八十岁 你还有二十年的寿命 好接近 西方结论四街 就在你面前 差不多爱到 我看不需要 不需要一百年 你就去西方结论四街 所以阿弥陀佛 为我们 立下一个保证 不用怕 大家不用怕 不用怕会堕落 以这个水火之难 放心 只是叫你念佛 不需要去担心那些 贪亲痴的烦恼 你担心那些事情 都是多疑的 所以你将这个担心的心 改过来 专对至阿弥陀佛 靠至阿弥陀佛 靠至阿弥陀佛 跟着阿弥陀佛这条路 直直这样来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西方结论四街 是很容易气的 不像其他那些 又转过来又转过气 转来转起 转了几十个弯 转到云了 所以到了西方结论四街 不用转 就在前面 一眼就可以看到 看你肯不肯来 如果你明白 你就知道 下个保证给你 不用怕 你不用怕 放心 放心直来就可以了 所以你知不知道 阿弥陀佛日夜想自然 想念我们 就像母亲常常想自然 想念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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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将阿弥陀佛 常常想念自然 这种心 告诉你 第二天我们 改变 改变 以前那种 思想念佛的心态 改变 佛 常常念自然 我们 今天 一定 没有被佛等待那么久 没有被阿弥陀佛 常常在等我们那么久 手放了那么久 等着你 你快点摘上去就可以了 你一踏上阿弥陀佛的手 阿弥陀佛一摘你一拉 就造伤四街 叫自你 你放心 直来就可以了 所以 一心正念直立 你们不用怕 所以 《圣埔》 《二贺八道义》 最重要的 就是这句话 希望大家记得这句话 善狗大师亲口跟我们说 你一心正念直立 我能够扶你 你不用怕会别落 是有水火之难 你不会受这些之难 你放心 意思是 妄想心继续打 贪心继续起 脾气照样法 阿弥陀佛说照样念 直直立 你不用怕就可以了 说白一点就是这样 说清楚一点就是这样 你无理的脾气法 教你一个 在发脾气的时候 还要念阿弥陀佛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老婆婆 一个老婆婆 念佛 念了二三十年 但是他的儿子 不听 常常怎样欠 怎样说 都不听 叫他没有半天生根 回来 早点回来 但是那儿子 每晚都是 喝到生根半天 才回来 母亲在等他 一回来 就说 死追仔 你阿弥陀佛 死追仔 你阿弥陀佛 发脾气时 就念阿弥陀佛 就这样念 所以说 念佛 念习惯了 留仔的事 但是你留仔 死追仔 你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死追仔 但落下来 便留阿弥陀佛 不是留仔 你留阿弥陀佛 你死追仔 但落下来 便留阿弥陀佛 不是留仔 有时我们留阿弥陀佛 都不知道 你发脾气 就捉阿弥陀佛 出来 捉阿弥陀佛 出来发脾气 所以老佛 就是这样 你们都是一样 习惯了 想发脾气 又不敢发 所以搬阿弥陀佛 出来挡 所以说 阿弥陀佛 怪你没有 没有 照样被捉 没有 起码在捉自己的儿子 他在捉自己的儿子 他在大法式庭中 听下来 阿弥陀佛的宗旨 将来都可以教你放心 所以说 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但这些 其实是无心的 他不是有心说 我捉阿弥陀佛 因为他捉习惯的儿子 死小子 阿弥陀佛 整天叫他禁爹 不要禁爹 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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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between 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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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阿弥陀佛判出来 很多佛教徒都是这样的 不是说你的 有时我都会这样 有时看到你来这样 骂你 又不好意思 直接说 是阿弥陀佛 你真是你 意思就是 已经在讲自阿弥陀佛 所以众生就是这样的窒气 很想发脾气 但又不可以发 不可以发 碰着 搬阿弥陀佛出来就最好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不会怪你的 不是有意气 骂他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只要阿弥陀佛能够救我们 所以搬阿弥陀佛出来 骂多两声 就是对 是对的 现在正在留着法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 对的地方是很慈悲 所以你不用怕有这样的亲行心 因为这些众生无始劫以来的 集气 自定了 已经进入了你的心 你没有可能在短短的时间 就能够将它消除 消除了 只要 太困难 太痛苦 烦恼继续 不要去利气 我的佛 继续念 你继续来 我就继续念 路继续走 到了最后一字 就会上岸 放心 所以念佛 直离就可以了 所以佛 跟我们 这样讲 大家看看下一段 这个人 此人 即问此浅疲还 直知 精荡身心 决定 尋到直端 不生 如折退心 这一段就说 这个人 既然 已经听闻了 这个人已经听到了 听闻了 似于是沙婆世界 气 就是西方的世界 一个是我们这个世间 一边 就是西方的世界 所以两边 这个人既然 已经听到释迦莫念佛 慈悲 止应我们 气 气 叫你到西方的世界气 那边又听到阿弥陀佛 叫他来 你呀 你呀 到我的西方的世界 你呀 看到 之后 他就信信了 相信释迦莫理佛指引的这条路 绝对不会错 信 就是信 阿弥陀佛叫我们来 所以相信了这两尊佛的教会 教我们的方法 就是医治 两尊佛的教法 就是这样来 好呀 释迦莫叫我气 我就气 阿弥陀叫我来 我就回到老人家的身边 这就是我 艳丽沙婆 让目求生极乐 所以这个人信 信了之后 就呢 即刻 自己呀 正当 自己身心 决定 尋 寻寻道 尋此道 直进 直入 所以说 信了之后 信了之下 契合了这两尊佛的教法 就不敢违避 释迦莫理佛的命令 这就是真的佛提子 法叫我们在西方的世界 若我们不气 赖死在三界六道 就是 抗 抗命令 识间叫你气 抗命 这个世间 说的 毁抗皇帝的命令 你得到最后是斩头的下场 啊 所以这个 毁抗佛的命令 肯定 死在地狱 不是斩头的 那么简单 就以前 古时皇帝 皇帝叫你做的事 你不做你 毁抗 皇帝命令 你就斩头 现在立刻叫我们 气西方的世界 你不气 翌日 你得到什么效果 肯定落死地狱 死在地狱里面 其不时比枕头还更加严重 所以我们如果不去毁抗阿弥陀佛的救命 本然的招援 你清念我佛的命号 我教导你 信命号 清念命号 都同样蒙受到阿弥陀佛的教导 所谓听佛的话 正是叫真正的佛弟子 所以这个人听佛话 正当身心 就是将自己的身心 正向着西方 无谓意 勇往直前 不再由而不揭 在口雷 没有了 就一心向前 我写定了 找到这条路 就直直地来 限定了这个揭心 没有再改变了 这个揭心就好似金刚之心 不会最受外面的任何的缘 以及里面的烦恼 里面的缘 即将的障碍破坏 所以 尋度直进 就胜至 愿力之百度 直向西方结论世界秦进 不必顾利 水火 以河 不需要担心 烦恼 迷惑 重 所以 不申 一切退心 这个就是 不申开 这个 怀疑 退心 惊 惊气不了的心 没了 二就是怀疑 切就是 惊 害怕 没胆 想走 不敢走 现在我们念佛人 很多人 就是这样 明明西方的直育这条路是这么好走 但亦丹心 惊气不了 如果今天你听了这段 这样的解释 还有什么需要丹心 佛都下了保证 你不会跌下去 不用怕跌落 水火而河 还怕什么 你还怀疑什么 所以 不需要再怀疑 不会再怀疑 这条白道 这么窄的 小的路 怎样能够走得过去 害怕 害怕 还未走就会跌落 又 不需要担心 只是靠着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 命好 功德 不够 更加不需要害怕 水火而河 的烦恼妄想 又不会因为这些这样的障碍 而退失我们的度心 所以我们不会害怕 也不需要害怕 不会生于怀疑的退心 所以你要知道 跟着 落起 就是决定了 开始相信释迦牟尼佛说 相信阿弥陀佛 绝对会教导我们 下定了 决心 无论什么情形发生 我都是一样 照着走 绝对不退心 开始进行 下一段的情形就发生了 或行一分二分 东岸 困贼 等 换言 引者 活来 此善道 恶不得过 失不死不宜 必死不宜 我等仲无谓 无恶 心向上 这段是说什么意思 你们就是这个人 开始选择走这条路 意思就是说 以前你们修行 是修修修修行 或者是修其他的法门 圣道门的行者 都听了这个 阿弥陀佛本源的 慈悲教导 这个法门 搞明白 搞清楚了 开始下定 铁心 走这条路 你刚刚开始 走 或者 走一分两分 这个是下定 揭心 我跟着这个白道 直走向西 就开始走一步 或者两步 就是 刚刚开始学习 这个本源法门的行者 东岸上的群侧 等 就这样叫你 这样子 就说你遇到 障碍了 所以刚刚一开始学佛 学这个本源法门的人 就很快就遇到障碍的言 障碍的言有两种障碍 会发生的 所以这些今天说出来 希望大家听好一点 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法门 开始选择 我去走这条路 将来的事情 就开始发生了 所以这条路 不会让你禁锁走 不是阿弥陀佛 这条路很难走 是后面那些 爱你整理 爱你将爱你 所以我说将爱有两种 一种是自己将爱 首先讲大一种 自将 自己作罪业 因为自己的烦恼 无名 已退失你的道心 所以很多人 刚刚开始学佛 初学本源法门 就遇到很多将爱 因为自己克服不了 马上就大几个旗 投降 退道 不修了 不学 这样就叫做 自己将爱自己 因为他不知道 我们无始结以来 自己所做的罪业 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受 所以很多人 会痛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不归生火 就很开心